從這邊 所以直接在這個側點點一下 按右鍵旋轉 旋轉的話 因為我是從這邊出發 轉到這邊方向 隨逆時針85 所以直接輸入85 Enter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應該是負的 應該是負的 因為它 先這個點一下 按右鍵旋轉 旋轉的話 這是正的 這是負的 打一個CEnter 要負次 CEnter 然後 負的 負85 因為它是 這個地方變順時針方向 負的85 Enter 好了以後的話 那這一條線就做出來了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要的部分 那最後這個地方 再打一個圓角 這個圓角多少 10 R Enter 10 Enter 直接把這個 跟這個 做一個圓角 那這個圓角就做出來了 對不對 做出來之後呢 這個輔助線就可以拿掉了 這樣就完成 這一邊就做出來了 做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 我們 就是 這邊有個點 跟一個切邊 那 前面有做過 有一個點 跟一個切邊 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利用那個點 畫出什麼呢 兩倍的那個 兩倍的那個 這一條線的 這一個半徑有沒有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 有個這一條 這個切邊是 半徑多少 五十嘛 所以可以以這個點 的兩倍距離 這個是等於有點公司 大家記一下 這個點 它會經過這個點 所以一百 兩倍嘛 五十 然後它一定會切這個圓 然後也會切這個圓 所以我們這地方的話就是 繪圖 圓 切切半 然後它會切哪裡呢 切這個大圓的這一邊 然後切這個小圓的這一邊 就自然而然會經過有沒有 經過這個點 那這邊的話呢 半徑多少 五十 ENTER 有沒有 很神奇 剛剛好 經過這個點 這個就切點 那有點像公式 你就大概記得 只要以後呢 我有個切邊 加一個切點 那那個切點呢 就畫兩倍的那個 就是半徑 先畫一個圓 那這個公式 這個圓理 你大概再體會一下 就是以這個出發有沒有 到這個圓 剛好是它的半徑 一半 所以一定會切 主要我是要一個切邊 那就可以把這個大圓給拿掉 拿掉之後的話呢 我接下來就是 再去修剪